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月21号星期五 西安今天力气特别大 不当然了 说实话 其实不光是西安 包括美国现在也是 我们现在在美国 我也发现美国现在大家也都比较急躁 而且很多人对这些 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 他们是哪个大学一个教授 也是对我看看 我记得我这儿有 他也是站出来 就是说觉得他对亚裔特别不满 他认为什么 他认为亚裔绝大多数都在投民主党 他觉得由于亚裔大量的投民主党 导致美国不好 这个老太太叫什么 这老太太是 她自己本身也是个少数族裔 她实际上是个犹太人 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法学教授 叫艾米瓦克斯 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称他说在美国 亚裔如果越少的话 美国才能越好 然后就被骂 后来他又再次接受采访 就是说做解采 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因为很多的亚裔美国人 都支持民主党 所以亚裔和来自亚洲的移民越少 美国越好 这个来讲 猫有良心说 好像还真的是 亚裔里边绝大多数人 都是仇视川普 因为川普对中国太狠 因为中国你看特别明显 中国对拜登基本上还是欢迎的 你会发现中文媒体对拜登 还是基本上是肯定的 觉得拜登力量狂澜 拯救川普 因为拜登上来之后 把基本上 川普对中国比较狠的措施 全部都翻转过来了 对不对 所以中国对拜登 还是比较能接受 但是对于川普 非常不能接受 也是由于中文的媒体的渲染 所以很多的亚裔 其实是反川的 对不对 反川的亚裔特别多 所以老太太也是觉得 就是说可能亚裔少一点的 亚裔里边真的就是说头脑清楚的 能够年纪大一点的 支持川普的 其实真的不多 而且普遍都是年纪大的 就是知道柴米油盐 到底多少钱一斤的 你发现了没有 越是那些年轻的 年轻的亚裔的小孩们 尤其刚刚大学毕业的 或者大家没毕业的 基本上都是支持民主党的 就是典型的那种 不知道柴米油盐 柴米油盐到底多少钱一斤的 你知道吗 你发现了没有 就是说你问超市 你有多少钱一斤 知道的这基本上都是支持川普的 你有多少钱一斤 什么 不是 这基本上这肯定都是支持民主党的 所以就基本上 就是不成熟 幼稚的一种体现 所以老太太这么说 反正 当然他们现在正在 正在 正在要想办法弄死他 你也了解 在美国 想办法要弄死老太太 但是反正 就是说 他能够站出来这么说 你就明白 现在美国社会的利器 由于 我觉得也是物价在上涨 老百姓的生活非常压力大 然后再加上疫情 戴口罩 所以整个社会都充满了这种 一种暴力之气 美国也是如此 而且对亚裔真的是越来越不友好 由于民主党天天在这喊 我们不能仇视亚裔 我们要对亚裔好 仇视亚裔是不对 越这么喊 他们越仇视亚裔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看川普时期的 其实倒没有 就是因为民主党带着口号在这喊 我们不能仇视亚裔 不能仇视亚裔 最后反而亚裔心在美国 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当然了 这不是这些主题 好题了 反过来说 西安这次 我觉得也是防疫导致力气特别大 西安叫胡家庙 郡景园附近 一个出租车和私家车 发生了刮蹭 然后私家车 这个小伙子 我看年纪不是很大 应该可能还不到30岁了 就是吵了两句 然后就下来了 下来了之后 直接下车 就打人家出租车司机 老爷子 老爷子看年纪大点了 老爷子也是真行 掏入刀来就直接捅 你看 我把声音关掉 声音关掉 给你看 从头开始 他们俩吵 他再下来 下来之后就要打他 打他这老头 从拿着刀子开始捅 就捅 我看了一下 前前后后 我估计 捅了五六十刀 捅了五六十刀 不过还好 最后也并没有捅死 为什么 因为反正冬天穿的特别的厚 穿的特别厚 然后他缝身 戴着刀非常的短 我看刀就那种小的 他还不是个水口刀 这种刀 其实在中国来讲 我印象里 我不知道这几年怎么样 我们小的时候 这种刀算是滚制刀具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反正闹着玩 身上带两把刀出来闹着玩 你说这个刀 如果你要被警察看见的话 就直接给你没收了 还要批评教育你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这种管制刀具 这种刀具 你一般你还不好买 一般是在黑市上 晚上半夜有黑市 知道吗 然后他那卖的卖刀具 卖的都是不管制的 然后你跟他说你要管制的 他才会卖给你那种 就这种管制刀具 他这种我看就是那种典型 是用管制刀具 他是那种禁手 有护手 前面带一个小尖头出来 专门拿来捅人的 他应该带着这刀 是防身的 不过这个刀 被警察看见 按理说就直接应该没收了 不过这种刀 他因为是那种防身的 他贴身 贴身割 所以不长 很短 所以这个刀 就是说如果到冬天的话 你这么捅 其实是就很有问题 捅了好多刀 你最后也没捅死 捅的最后反正是血乎流乱 捅了几十刀 你看 你看 你看最后 你看都是血了 看到了吗 全都是血 最后 你看这俩人捅成什么样 我觉得 往最少说也捅了五六十刀 最后 你看看 到了最后 这是警察来了 你看地上全都是血 对吧 然后 反正西安可能是因为 我觉得就是说防疫 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说医院好像是不收于病人 还是怎么着 打了120医院不来 到最后也没有救护车来 是最后交警来了 群众最后拦了一辆车 把他开车送上车 给他送到医院去了 我不知道跟防疫有没有关系 但是反正医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西安现在好像据说也已经放松了 没有之前管的那么严了 也放松了 但是医院看来还是处在一个 特别 就是说 是不是都停业整顿了 是不是 西安不是医院要停业整顿吗 然后这还不是最狠的 最狠的是什么 你看在这 他们两个人在这就玩了命了 老头拿刀捅了几十刀 然后你看你看看这 你看另外一个人从马路上过 不管 跑到那个小伙子车里偷东西去 去车里偷东西去 偷完就走 然后根本就不管 然后马路上人也是 从而路过 你看这个社会之冷漠就在这了 你看从而路过 怪不得人从而过去 看看 没有人管 连看热那的都少 你看就按理数不定 没人让看热闹 都热闹的看 就人家骑车 骑摩托从那过 看看彤彤 好好好 学生就走了 干嘛干嘛去 可能也是生活压力大 自己要顾自己的生活 反正就这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一个显得的力气比较大 另外一个就是说社会之冷漠 还有上次在马路上捅人也是 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在那捅 就看着他捅人 没有人管 没有人管 最后是另外一个同事 他捅了同事了 用同事过来帮他管 两个同事 因为熟人 中国熟人社会 你知道吗 陌生人你捅死了 跟他没关系 要是熟人的话 比如自己的同事什么的 他还管一下 熟人社会 但是也不好说 上次广州那边没收电动车 然后砍 两个邪警就跑了 据说砍死的是警察 另外两个是邪警 邪警就跑了 那么不管 同事也不管 反正中国现在社会 大家也是非常的冷漠 真的没有这种 我觉得是压力大导致的 但是当然了 咱们说完中国之后 说美国又怎么样 美国前两天 纽约又推地铁 这个游馆 纽约就最近这几年 推地铁多少个了 这地铁就不能管管 是不是 所以 然后 对 纽约还有一个小孩 把一个什么博士生给捅死了 28岁 是吧 一个博士生给捅死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疫情的后遗症 由于疫情导致 我跟我老婆 我们现在上马路 也发现美国马路上 现在力气特别重 我们拉斯维加斯 这下也是 有两个饭馆都被抢了 其中一个饭馆被人打了12枪 但是好像有7枪 还是9枪打在身上了 你知道吗 朝时上打了这么多枪 当然那个人都被抓了 还有另外一个饭馆离他很近 就他们俩走过去 可能就走个几十秒 那种 真的就隔一条街 都不是隔一条街 就是两个院 你知道吗 非常近 饭馆也是被人家进去之后 抢了包 从后门进去 当然这都是持枪 美国这要么不动手 一动手都带着枪出来 持枪出来之后 抢了两个包 然后还有 阿拉特亚斯 这有个墨 墨的话 他那一天抢了两个 打死了两个人 在那墨的停车场里边 好像两个不同的 墨就相当于美国百合厂厂 停车场 过来他就看你用的包比较好 过来抢你的包 然后为了抢包 然后打死人 看着打死人 反正拉特亚斯以前 其实好像他们说是没有这么乱的 还是比较 算是在美国来讲 就数一数二比较安全的地方 但是现在也是成这样 弄的 我觉得是因为疫情导致 疫情之后导致物价上涨 有一些人收入提高了 尤其是那些特别富裕的阶层 我觉得收入提高的比较多 越是穷苦老百姓 收入的提高其实越低 导致就是说利息特别大 你像出租车司机也是 你像西安你风子这么厉害 最近这一个月可能生意都不好 真的是有点过不下去了 我记得还有一个前日子 不有一个中国跑长途客运车的 说你把他车扣了 让他罚什么500块钱 说没有你不给我就喝农药 为了500块钱 最后就喝农药 就死了 是吧 老百姓已经到了 就是说反正活也行 不活也行了 就是真的已经是 真的是民不聊生 活不下去了 就是说最后就是一根稻草 谁最后再压我个300块钱 500块钱 或者谁推我一下 我得捅死他 我得跟他拼了 我得跟他捅死于尽了 就基本上这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咱不光说中国 全世界都是 美国也是 应该思考一下 在疫情之后 怎么给老百姓松绑 我和英国最近有一个好的消息 英国暴力所约翰逊 宣布基本上算是战胜了新冠疫情 说很快就要完全放松 不再口罩也不管了 什么也不管了 疫苗也不再强制打 怎么着的了 完完全全的回到疫情之前 我觉得还是要尽快的回到疫情之前 我们当时在2020年的时候 当时我做过一个报告 是美国一个大学 关于疫情 他做了一个报告 他说这种强制防疫 你现在看起来 就是说你防疫你力度很大 你看起来 你好像在现在这个阶段 你避免了人员的损失和死亡 但是长期来看 这一拨人的整体的寿命 会损失也不多少多少年 他说最后你算下来的话 实际上你如果强制防疫的话 你放到20年和30年来看的话 你在人的生命财产上的损失 实际上比你强制防疫还要大 是吧 我记得当时我们录过这么一期视频 在2020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还在纽约的时候了 我想不起来了 我一会我找一找 我要能找到那期视频的 我到时候把那期视频的链接 够在我下面 如果找不着的话 你就找一找了 因为有时候真的我也找不着 有一小伙伴经常问我 孙东哥你之前有一期 我讲什么什么的 我想了半天我也找不着了 因为真的录的太多 然后不管怎么着 我一会会把西安他这个事 他这好像有五段录像 他这个视频的链接 我搁在我视频下方 你们可以看一看 反正感受一下 这个小伙子到最后 他也跟他说 他说我错了 别捅了 老头说迟了 反正都已经这样了 我的捅死就得了 因为都已经捅到这份上了 对不对 但是最后好像还没有死 我现在得到的消息 好像还没死 反正也年轻 然后刀也太短 然后穿着衣服也厚 还不错 捡了一条命 好吧 那这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